我覺得進海關 進海關那個感覺 我的發誓再也不要去 超不好對不對 沒事就不要去美國 沒有那麼好玩 沒有一定要拒國 對不對 海關真是有時候氣死人 而且這幾年那個檢查更嚴格 只是他還擦了內褲還被脫掉而已 當然他也是 他很可憐 就被人家炸 被人家幹嘛的 沒有 我覺得美國海關很奇怪 就是說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先說我們自己 有時候我覺得像我們華人 或者什麼在進美國 一看到老外 好像自己就把自己降低一等 我不懂為什麼 因為有可能美國人長比較高大 然後臉看起來可能比較兇 比較粗獷 那其實我覺得憑良心講 我們尤其我們台灣人 其實很有禮貌 那其實有時候你這樣 你會覺得不好意思很客氣 其實你一客氣 有時候外國人你就會壓著你打 像我有一個經驗就是 我也是進海關 那時候我剛結婚 然後我老公在芝加哥 那因為那時候我婆婆生病 她回去照顧她 那我就後來就飛去芝加哥 結果我跟你講我進海關的時候 那海關就一直叼我 你幾歲結婚的 你為什麼這麼早結婚 什麼這樣 我就說我29歲結婚不算早了吧 這問的會不會太仔細了 因為他認為 海關有權力 海關有權力很大 對 權力很大 然後他就說那你為什麼一個人來 因為最主要他的考慮是 我是單身女生 對 他怕我到美國用非法的方式留下來了 所以他就開始一直叼 然後他就說那你為什麼一個人來 我說因為我老公已經在裡面了 他就說那你跟你老公結婚多久 我說兩年 他說好那我現在問你 他說因為他就講 他就跟那個曹哥講一樣 他說我有權力 我可以說你會不會是假結婚 所以我現在問你 你老公每天早上起來 是用什麼姿勢下床 還有他哪一隻腳先下地 我跟你講我真的 我真的被問過這問題 我火大 我傻了 他就是要你第一反應 對 他要我第一反應 我傻了 我真的說 我說我不知道 我說請 我就 後來我想到 因為我有點生氣 因為我覺得你就是找我麻煩 我就反問他說 那請問一下先生 你Officer 你知道你老婆 用哪一隻腳先下床嗎 你敢這樣混他嗎 我真的直接問他 其實我覺得 等一下就請去小房間了 不會 我跟你講 這麼多年來 我進一出美國 相信我 你理直氣壯的問他 他自然而然 因為你沒有做違法師 我為什麼要怕 我為什麼要怕 為什麼要怕 我就直接問他 我說你問我這個問題 那請問你自己知道嗎 我說我怎麼會知道 我老公每天哪一隻腳下床 我說他幾點起床 我都不知道 他就說為什麼你不知道 我說因為我們兩個 上班時間 起床時間 所有作息時間都不一樣啊 然後結果那個海關就後來 好妙喔 他笑笑的說 OK 那我知道了 他就說 其實我要的就是你這個答案 因為很多假結婚的 他會先準備好答案 他會說 我老公習慣左邊睡 我老公習慣右腳先下地 那個他就真的把你 帶到小房間了 很妙吧 就是美國人的思維 跟我們不一樣 沒有啦 我覺得 他就只有一件事就是說 你是要覺得你不是違法 你根本是不會害怕 對 哪怕是語言不通 也不用怕 對 就像曹哥講的 你沒有做任何虧心事 你就是理直氣壯 告訴他說 不然你要我怎麼證明 有一次我們演藝圈的一個朋友 他去辦那個美國簽證嘛 那個時候是更久 大概三十幾年前的時候 那要進美國在台下會 很麻煩 我那個氣氛真恐怖 因為他寫資料嘛 他說我是歌星嘛 他寫個歌星嘛 他就問他說 你是歌星啊 他說怎麼看的樣子 因為沒化妝也沒什麼 就不像嘛 他說 你是歌星嗎 他就覺得很懷疑 你知道 他說 你不相信嗎 我說載歌只要我來一段 他就在這邊唱 嚇死我 不像 因為我記得是像框框那樣 像郵局那樣 那你有沒有 他就真的唱起來 對 他就在這邊爽 他說 你相信了嗎 我真的是歌星 超酷 從這講到這個我也想到 上次哈翔也就是要去紐約 拍電影的時候 因為他是要去電影嘛 那他拿的簽證是工作簽證 那工作簽證他們更刁 對 然後人家就問他說 你來紐約幹嘛 他就說 喔 拍電影 就這樣子 然後人家就說 你是Movie Star嗎 然後哈翔也就這樣 No 我是Super Star 然後那海關就一直笑一直笑 然後就說 我不相信 結果校園拿什麼出來給他看 結果他就真的要拿手機Google 結果最妙 其實那個海關其實不是在找他麻煩 是覺得很好玩 對 然後後面的人就一直這樣 因為後面的人趕著要出鏡 你知道 可是那海關不管啊 然後他就說 這是你嗎 然後他說對啊 那你會唱歌嗎 他現在也是當場就唱給他聽這樣 然後出來以後他就想說 羞辱我 就是在羞辱我 因為他覺得在這麼多人面前這樣表演 然後因為那海關覺得 你是Super Star 你自己說你Super Star 你就什麼都要會啊 演戲 唱歌 跳舞 什麼都要會啊 很好玩 而且以前更比現在更麻煩 現在你電腦申請就可以 以前是要面試的 對 你面試本人講話 都緊張死 叽叽巴巴了 他都快要問我話 我就嚇死了 快混了 沒看過 對不對